1941年6月28日的苏联军事法庭上 四名苏联军官站在了被告席 他们都来自于西部战区 这四人之所以会出现在军事法庭上 是因为他们在战场上极为拉垮的表现 四人中为首的人名叫巴弗洛夫 他的军衔是大将 更是苏联西部战区方面军的司令 在被告席上 巴弗洛夫不卑不亢 义正言辞地为自己进行着辩护 把在战场的失利归咎于准备不充足 战斗力差距太大等原因上 最终巴弗洛夫四人 还是以叛国罪和玩忽职守 最被判处死刑 巴弗洛夫成为了整个苏联历史上 第一个被判处死刑的元帅级别人物 战前斩将对军心不利 斯大林为首的苏联高层 自然也明白这个道理 不过他们不得不杀掉巴弗洛夫 因为他在短短的一个星期内 将整整70万苏联守军败光 让德军攻城掠地 在苏德战场上掌握了绝对的主动 虽然苏联是二战当中 同盟国阵营当中的绝对主力之一 但他们加入二战的时间却相对较晚 西欧战场和东亚战场打翻天的时候 苏联人还在凭借着意志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闷头发展 不过法西斯主义的野心并不是获得区域性的胜利 他们想要做的是统治全球 所以希特勒自然就把苏联当成了自己的眼中定肉中刺 双方之间的矛盾一触即发 希特勒在当时风头正盛 几乎将整个西欧据为己有 波兰 法国 荷兰等国家直接被亡国 德国的军事实力 经济水平都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苏联人早就猜到德国势必会在未来进攻苏联 所以他们其实已经做了一定准备 苏联在东欧设置了一道又一道防线 主要由西部军区负责 正面边境的宽度达到440公里 地理位置上是绝对的一手难攻 除了在地理位置上占尽便宜之外 西部军区还有着两个装备T-26和T-34坦克的机械化军队 整整四个实力强劲的集团军 军队总人数高达70多万 而巴弗洛夫就是这70多万苏联军人的领头羊 他在当时担任西部方面军司领员 在防线上享有着极高的指挥权 斯大林将他安排在如此重要的战略位置上 足以可见他对巴弗洛夫的信任 但是斯大林很快就为他的信任付出了代价 巴弗洛夫在1940年时 就获得了自己的大将军衔 着手西部防线的建设 他主要活跃于白俄罗斯 也就是德国与苏联的边境地带 除此之外 巴弗洛夫还进行了机械化部队的训练 培养了大量的基层军官 声势十分豪大 似乎并没有对即将到来的战争感到任何的紧张 巴弗洛夫有自信的资本 1931年 巴弗洛夫从苏联军事技术学院速成班毕业之后 从骑兵团长一直干到了旅长 甚至还参与过西班牙内战 有着极其丰富的作战经验 从当时的苏联军政格局上来看 巴弗洛夫与朱可夫是同一个级别的人物 他们两个人是苏联红军最早的两个坦克团的团长 同样获得过苏联英雄金星勋章 有了这些荣誉的巴弗洛夫极为自傲 在他眼中 德国人不过是跳梁小丑 他们在西欧取得的战绩是运气使然 从一开始 巴弗洛夫就没有把德国人放在眼里 巴弗洛夫开始了他的战略部署 根据他此前在西班牙内战当中的经验 坦克这东西虽然长得非常吓人 但其实不堪一击 打上几炮就会自行报废 如果身边没有步兵与坦克进行混搭的话 坦克在战场上就是活靶子 所以巴弗洛夫把自己的机械化军队化整为零 缩小建制 让步兵协同坦克一体作战 坦克不作为主要武器 而是主要承担步兵火力支援的任务 巴弗洛夫忽略了一个问题 西班牙内战已经是几年前的事了 德国人在疯狂的军工发展下 早已经将坦克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改进 西欧战场上的坦克战比利皆是 法国很大程度上 就是因为承受不住德国闪电坦克战的猛烈攻击才亡国的 所以 巴弗洛夫的战略部署是极为落后的 相当于给自己最锋利的刀刃掏上了刀角 自负双手引颈带路 但他却还浑然不知 依旧我行我素地进行的战略部署 除了对坦克的布置激进之外 巴弗洛夫还将自己最精锐的两个集团军 整整几十万人安排到了比亚维斯托克 这里几乎是整个战线最靠前的防线 极度依赖后方补给 一般的战术安排下 这种地方显然是要被优先放弃的 但是巴弗洛夫似乎有寸土不让的意思 不管朱可夫和梅列茨科夫怎么劝 他都坚定地按照自己的想法 对军队进行部署 在巴弗洛夫的部署之下 苏联西部战区防线可谓是漏洞百出 军队之间距离太远 相互支援不便 空军部署太过集中 绝大多数机场没有被利用 机械化部队部署分散 无法凝聚战力发挥作用 1941年的演习当中 朱可夫曾经轻而易举地击溃 亏了巴弗洛夫的防线 算是给巴弗洛夫打了一级预防针 但是巴弗洛夫依旧没有做出任何改变 一直拖到了战争爆发 1941年6月22日凌晨3点左右 德国人趁着夜色跨过了苏德边境 东欧战事迅速爆发 苏联与德国迎来了二战当中的第一次交锋 德国人发动的是一场偷袭 这也是他们在西欧战场上惯用的打法 苏联虽然早有防备进行过情报收集 但他们一直到开战的前一天 才百分百的确定了德国人的计划 收到了中央命令之后 巴弗洛夫并没有第一时间向基层下达命令 反而是和自己的参谋长 克利莫夫斯基赫进行了商议 而且也没讨论出来什么结果 最终只能下达了士兵在战壕等待备战的可笑命令 也许在那时 巴弗洛夫就已经察觉到了战场上的不对劲 德国人的速度实在太快 但是他所做出的准备 在德军的闪电战攻势面前 就如同开玩笑一般 很快 前线就传来了与德军部队正式交火的消息 身处指挥部的巴弗洛夫心急如焚 密切地保持着和前线部队的通话 但天还没亮 德国人就已经切断了苏军前线部队的电话线 整个西部军区内的电话全部报废 电台网络也因为建设不全而无法正常使用 巴弗洛夫就这样成为了瞎子 根本不知道前线发生了什么 对于德国来讲 击败苏联极为重要 是他们实现称霸世界梦想当中最关键的一步棋 所以他们在战场上毫不留情 直接派出了一百万人的军队和大批机械化队伍 德军的坦克轰隆隆地开过了苏德边境线 在巴弗洛夫曾经不谈协同作战的命令之下 苏联人的坦克军队竟然一时无法集结 德军坦克几乎没有遭受任何阻力 沿过了苏军一个又一个防线 无数红军战士奋勇抵抗 但是手中的枪戒 对眼前的先进德军坦克却起不到任何作用 其实如果巴弗洛夫将自己的机械化部队集结的话 苏联的坦克大军是绝对有一战之力的 在坦克性能方面 德国人的三号巨型坦克 甚至还不如苏联的T-34坦克 但是凭借着数量上的碾压级优势 成功在战场上取得了胜利 其实德国人打来打去就是那么一套 先用闪电战取得一定的战略优势 随后再破坏机场电台等战略设施 让士兵与指挥部失去联系 德国人用这样的一套战术 在欧洲打了整整两年 巴弗洛夫明知德军很有可能会如法炮制 这还是没有做出任何针对性的防御措施 反而是将自己的空军都集中在了少数的几个机场 完全是给德国人当了火把子 在德国人的炮火下 西部军区的机场一个又一个陷落 无数苏联飞机还没起飞就被炸毁在了机场 在这之后 德国人又让坦克开路步兵跟进 绕过了苏联人前端的防线 回过头来包围了我们前文中提到的比亚维斯托克地区 巴弗洛夫将几十万的苏军都安置在了比亚维斯托克 他认为这里是与德军的主战场 但没想到德军先是对苏联人的后方进行了破坏之后 再去解决最难肯的比亚维斯托克 可笑的是 就在几个月前 朱可夫就用几乎一模一样的穿插包围战术 战胜了巴弗洛夫 德国人对比亚维斯托克进行包围之后 并没有急着发动进攻 而是一次又一次将苏联的补给部队打掉 颇有一副守株待兔的架势 这让比亚维斯托克地区的守军士气大摔 几乎已经失去了战斗力 巴弗洛夫在这时真的着急了 战争才刚刚开始几天 德军就已经推进了几百公里 而且由于电话线和电台都无法使用 所以他根本无法及时了解到前线态势 集火攻心之下 巴弗洛夫又做出了一个极其愚蠢的决定 他带着自己的参谋长 直接跑到了第十三集团军当中 把西部军区的司令布扔下了 巴弗洛夫虽然是奔赴前线进行指挥 但是下属的将士们却有很多并不知情 他们虽然身处在极度威胁的战场之上 但是却得不到上级的指挥和命令 群龙无首 有些军队的剑制甚至都散掉了 联系不上巴弗洛夫 斯大林只能派遣朱可夫前去明斯克指挥西部战区的战士 朱可夫来到明斯克 看见比亚维斯托克的德军防线之后 就什么都明白了 苏联西部已经沦陷 包围圈中的几十万红军战士 也根本不可能逃出生田 无奈之下 朱可夫只能离开 而德军也在战争爆发一周之后就拿下了白俄罗斯 西部军区的七十万红军几乎全军覆没 整个白俄罗斯流满了红军战士的鲜血 得知前线消息之后 斯大林震怒了 巴弗洛夫在战场上的表现十恶不赦 他亲手将几十万红军送进了坟墓 让德国人几乎不费吹灰之力的就拿下了白俄罗斯地区 西部防线全面崩盘之后 德军的气焰变得更加嚣张 短短18天 他们就将战线推进了整整600公里 苏联空军直接损失了1200多架飞机 其中的800多架飞机 甚至还没来得及起飞就被人炸毁 看见苏联人的溃败 希特勒更是口出狂言 声称要在三个月之内将苏联灭亡 显然巴弗洛夫要对目前的局面承担首要责任 他也理所应当地被送上了军事法庭 在法庭之上 巴弗洛夫依旧不肯承认自己的错误 坚称自己是因为准备不足才溃败至如此境界 但是斯大林已经给了巴弗洛夫一年的准备时间 朱可夫等人也在军演之后警告过巴弗洛夫 所以准备不足也是巴弗洛夫的责任 这样的借口显然是不过关的 最终巴弗洛夫与他的通讯主任参谋长 第四级团军司令一起被判处死刑 为自己的不负责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不过回过头来看 胜败乃是兵家常事 哪个做将军的没打过几场败仗呢 斯大林为何会对巴弗洛夫如此严格 斯大林之所以这样做 一个原因是因为巴弗洛夫的确玩忽职手 给苏联带来了惨痛的后果 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后续的战争走向 而另一个原因就是 斯大林需要杀鸡警候 德国人在战场上的表现太过惊人 如果苏联军官还不能拿出认真的态度来应对 那么苏联很有可能真的要遭受亡国之运 巴弗洛夫的死 可以给其他的指挥官敲响警钟 而在这之后 苏联人也的确改变了自己的态度 上至军官下到普通士兵都拿出了誓死如归的决心 一度喊出身后就是莫斯科的悲壮口号 成功拖垮了德国 看来巴弗洛夫在生前虽然没帮上什么忙 但死后却成了苏联人的强行针 这样的结局还真是有些讽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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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